绿灯一亮黑衣男子耍起特技 猛的把车头拉起 整胎车压勾链 左边机车上也是同行的朋友 白衣女乘客拿起手机对着黑衣男子拍 而这些行人持续骑在路上 沿路并排骑挡住整条路 接着黑衣骑士又有危险行径 双手不只离开龙头握把 还往两旁张开 甚至整个人站立在踏板上 自以为在耍特技 不过这可是在马路上行为一经违规 我是后方的车子 那如果他可能内残了 或是说跌倒了 那我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注意到 我会往前撞 事发在新竹南辽渔港附近 不只是危险驾驶 他们的车辆疑似经过改装 噪音特别大声 还在深夜时段出没 朝的附近居民难以入眠 而且骑士这一路骑了将近五公里 沿途不断耍花招 朋友似乎还想拍影片炫耀 期间甚至有一名女骑士 一次为了拍片 在红灯时就骑车超越停止线 让目击民众看不下去 南辽渔港这边是其实是蛮多 那种重机啊 骑改装车的 大概八九点到十一二点这样 甚至有时候更晚 其实从南辽 沿着西滨台六十一线 一路到凤比隧道附近 七公里左右的路段 都是新竹改装飙车组 常常出没的地点 一道交条例 雅沟链放开双手骑车 都属于危险驾驶行为 最终可罚两万四千元 掉扣牌照三个月 红灯时超越停止线 最高可罚五千四百元 路上骑车玩闹 连连出现危险行径 不止自己可能发生意外受伤 还可能害到其他无辜的用路人 观众新闻 陈宏仪 徐晨 新竹报道